据报道美防长奥斯汀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演讲称 中国在东海南海等领土声索方面更具胁迫性和进攻性 台湾海峡风险尤其凸显 他同时表示美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没有变化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 当前台海和平稳定面临的最大威胁 是台独势力顽固推行分裂活动和美国对此的纵容支持 美方一而再再而三地散布抹黑中方的虚假信息 只会更加暴露美方挑拨是非的险恶用心和霸权强权的真实面目 当前台海和平稳定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别处 而是正来自台独势力顽固推行分裂活动 和美国对此的纵容支持 发言人表示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从自身承诺上不断倒退的是美国 放宽美台官方交往约束 提升对台受误规模和性能的是美国 美方不仅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破坏中美互信 还是亚太地区军事化的最大推手 据专业机构统计较至十几年前 美方对中国的抵径军事侦查次数增长了一倍多 今年以来美军舰平均每月穿越台湾海峡一次 美军机对华进行大范围高频度的抵径侦查 和挑衅射押 要说搞军事化和危害航行自由 这顶帽子由美国戴最合适不够 记者会上发言敦促美方言行一致 将不寻求对抗冲突 不寻求新冷战的表态落到实处 停止制造分裂和煽动对抗 总谈央视记者 北京报道